这两天央行的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和上个季度比起来我注意到有三个变化 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上个季度里面提到了中国经济有三重的压力 就是需求的收缩 供给的冲击和预期的转弱 然后这次就不提这三重压力了 说是已经得到了改善 而且是整体是向好的态势 看得出来央行这次对国内经济是更加乐观了一些 所以说这两天本来市场是期待 央行要降银行的中期的借款利息 就是这个MLF的 结果也就是总量多出了差不多250亿人民币左右 但是却没有降息 我想就是这个乐观的原因 大家觉得呢 第二上个季度是提到了要警惕通胀的反弹 这次就不提这个通胀反弹了 而是说的是关注物价走势的边际变化 这应该是央行看到了4月相对比较通缩的CPI和PPI数据以后做出的改变 当然目前央行还是认为是没有在通缩 甚至觉得长期我国经济呢 通缩和通胀都不太可能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这个观点 如果我们的物价能一直保持下去 既不通缩也不通胀的话 那肯定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了 对吧 最后比起上次 这次的报告里面呢 多次提到了要防范国际地缘政治的冲突 以及这个境外的风险 看起来今年内部的经济和政策上还是比较稳的 更多的风险呢 可能还是来自于国外向国内的传导 做投资上啊 这一点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重点关注一下 感谢观看